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世间上有许多种非常多非常多的人 那么就有很多很多的分别 有的人有知识 有的人没有知识 但是有知识的人虽然聪明 但我们听过一句话 聪明反被聪明误 所以有人说 比聪明更好的是智慧 智慧在佛教里面有所谓的 闻所成慧 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 闻思修 三慧 都能够成就自己的智慧 所以世间上聪明的 有思想的 比如说哲学家 科学家等等 他们都很有智慧 但是佛教认为 智慧也不究竟 因为智慧有善 有恶 像刚刚提到的 科学家 他有聪明智慧 发明了很多现代科技 像飞机 炮弹等等 但是这些发明 是善是恶 就要看 大家要怎么去运用 有的人发明是 救人救世的医药 替人解决病苦 那这样是造福人间 但有一些发明 比如说 原子弹 核武 这些 却会给人类的世界 带来灾难 因此 佛教不讲智慧 而是说 玻璃 因为智慧还是不究竟的 玻璃是什么意思呢 玻璃是 纯真 纯善 纯美 纯净的 玻璃是 究竟的 玻璃可以给人 超越苦难 获得解脱的 一种境界 所谓玻璃 就是指我们的心 玻璃心 就叫做平等心 这个平等心 是世界上 至高 至大 至美的 比如太阳 阳光普照 不论走到哪里 有空间 他就普照到哪里 他不会偏思 他没有心眼 比如大地 不论什么人 在大地实上 大地没有减则 他同样承载的万物 他也是平等的 空气 他也不会闲贫爱富 他平等的 让所有的众生 呼吸 流水 也是平等的 让所有的万事万物 洗涤 解渴 这些自然的事物 他们都具有平等性 也能够和玻璃相比 玻璃心 就是平等心 换到我们人类身上 圣人的心 也是平等心 比如孔子 孟子 耶稣 释迦摩尼佛 他们就是爱人的心 都能够从玻璃里面表露出来 一点都没有偏思 他们爱众生的心 就是用玻璃心 所以玻璃是我们的宝藏 是我们的生命 而且玻璃是我们不死的生命 玻璃最大的功用 不是辩论 是生活里面 成为我们最高的人生智慧 有了玻璃的话 我们大家 尽管有很多的不足 不懂 不清楚 不明白 都能够因为掌养了这个玻璃 而获得弥补 去明白 去觉醒 所以玻璃呢 也很像学校里面的课程一样 有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的程度 所以我们在说玻璃的时候 它也是具有层次性的 什么样是一年级 二年级 跟三年级的程度呢 我们来看以下 从一年级的玻璃 叫做政见 政见是什么 政见是世间凡事都有因果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政见 世间 凡事都有因果 生性因果 所以不论发财 它有发财的原因 有包含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勤劳 还有我们的智慧跟姻缘等等 包罗在里面 贫穷也有它的因果 比如懒惰 比如没有人缘 缺少了他方的住院 这也是因果之一 所以说 我们的政见就是 了知善恶因果 了知夜报轮回 要政见前生后世 要了解圣人凡夫 这种种的正确的认识 都能够建立的话 形成坚定的信仰 那么一年级的剥蕊 就可以通过了 那二年级的剥蕊呢 叫缘起 缘起就是 知道世间一切法 都是因缘和合所生 比如看到花 它因为有土 有水 有空气 有肥料 还有人照顾 许多的条件加起来 才能够成长成一朵花 所以在它的成长过程 到结果 都是很有因缘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政见 第二个 要知道因缘法 世间上无论是什么东西 都没有办法单独存在 必须要借着因缘 才能升起 所有一切都是相互依存 而能成立的关系 所以 因缘 生 因缘 灭 生活当中 没有工厂织布 我们就没有衣服穿 没有农夫种田 就没有饭吃 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 都是仰赖的 外面很多的因缘 所以父母 养我 老师 教我 朋友 帮助我 机关单位 用我 这样子 我才能存在于世间 但是 除了我以外 我又把这个因缘 再往外扩散 所以 给人 因缘 能够养活 我的家小 给人 因缘 也能够帮助 我的朋友 乃至于 对社会 国家 做出很多贡献 所以说 如果能够深刻的认识 因缘法 就不会自私 就会懂得 同体共生的道理 也能知道 所有成就 我们的因缘 应该要感恩 这个因缘 就是波瑞了 如果能够 悟到这个道理 二年级 就能毕业 最后一个 三年级的波瑞 叫做空 空的定义 不是没有 是因为空 才能有 茶杯是空的 就能有 装水的权利 就能够装茶 口袋是空的 就能够 把东西放进去 让它成为油 地方有空间 才能聚会 才能有人潮 进入 才能有人 所以空跟有 不能对立分开 在波瑞心经里面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在佛教 在佛教里面 空跟有 是互相调和的 世界一切都是因缘 和合而有假象 暂时存在 金刚经里面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但是因为众生 常常执着 在假象上面 没有看到 里面的真相 所以说 持有空的了知 空是正见 空是缘起 透过空 可以看到 真相的波瑞 所以 解脱道是什么呢 佛教的解脱道 就是拥有着 波瑞跟慈悲 拥有波瑞跟慈悲 能够帮助 脱离世间痛苦 而不会对大家 产生不利的后果 波瑞就是自信 波瑞就是本来面目 不能向外 追寻 不能向外去索讨 唯有自己发觉 人人都能够懂得 佛教的波瑞 就能证悟 自己的波瑞 当下就能 自我解脱 感谢大家的聆听 如有一问 请于影片下方留言 祝福大家 六十吉祥 深入金藏 智慧如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